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今集會教大家做一個密室門 關於農場裏做一個密室 大家眼前會看到一個溫室農場 究竟密室門在哪呢 我現在打開它 只要我在金謝上跳兩下 機關就會打開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你會發現裡面 藏了一個很貴重的物品 就是生存不可以缺少的種子 這個密室就可以讓你們藏了 那你不要在這裡說我 喂TD鎮 你有什麼 這間東西這麼大 很容易被人看到的 還要不蓋頂 那你們自己弄吧 然後我就可以按這個按鈕 這樣出去了 然後出完回去呢 你就刮回它 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這樣就離開了 Yeah 好了我現在就會教大家怎麼做 那首先大家就要明白這個機關 不知道大家見過沒有 沒有 其實我早就知道了 是嗎 喂死Billy 在拍影片 我知道 好了 剛才就有一條彈珊在搞事了 我現在就教大家怎麼做 你不要搞亂 大家眼前這個機關 應該不知道是什麼 我現在示範一下 首先你看到一個泥 我知道打爆一個泥 那個機關就會推一下 然後推回來 那麽紅石磚 那你放一顆 放一個 然後它就會 這樣推完 然後再推回去 那我剛才就用了這個原理 那我就 在上面用一個床頭掛一掛 河 然後它們 就會推一次 然後再推回去 那你只要踩 踩遠過泥土 它就會發動多一次 那你只要在 旁邊 做一個紅石路線 這樣繞過去 令這兩個活塞門 彎閉回 你就可以進去了 我現在就示範多一次了 你只要在一個正確的位置 跳兩下 或者三四下 你就可以踩爛那個泥 那機關就會發動到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你跟著做就行了 紅石這家東西就是這樣 那 你看到這個機關都 挺大 其實你可以縮小 用刺激的方法 這個原理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到 就例如蛋糕 你吃一下蛋糕就會動一下 這裡不詳細講了 大家慢慢研究 我遲些就會 利用這個機關的原理 做一個陷阱 希望大家到時留意一下 好了 今次的教育就來到這裡了 好了 下集見啦各位